今天去收入几个笼子 收获并不是很理想 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小点 不过数量不多 但是还是很有质量的 捞了一只体型硕大的大眼贼河虾 这个糊 从捞上的那一颗起到现在 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而且它的体色是那种黑褐色的 这个虾的个头是足够大 你们再看看这些 这些虽然小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们都是那种透明的 晶庸剔透 别看个头小 但是很有活力 现在咱们又吃得来量量这个家伙的个头 从尾巴开始对齐 一直到虾前 长度不多不少 正好是12公分 单单它的这个肉体长度 也在7厘米了 像这种透明的虾 那就是活力四射的代名词 到处乱碰都抓不住 这两只 三只 四只 咱们准备这四只虾 给它放到刚开好的两米原生缸中 我觉着吧 它们进去后 就像回归大自然 找到家来的感觉 瞅瞅这个小东西 溜达得多开心 再来抓一只 喂喂 哎哟喂 怪不得都说这大眼贼 不是个傻好玩意儿 这货既不能出的 又不能兄弟分辨 就知道欺负弱小 这还盗了一条小鱼 来吧 大罗汉兄弟啊 给你加个摊 哎呦 这罗汉很积极嘛 不过这家伙 怎么不吃这个大眼贼呢 我说罗汉兄弟啊 赶紧给我吃了它 看着这货就来吃 这小米鱼缸 我打算给它做成一口虾缸 由于这口缸 开盖就灭动 正好试试前几天的这款 所谓妥的雷龙灯 这款灯有超薄的 东身结构 配有两个锡排 跟灯下 而且全身防水 可以直接放到水里使用 开灯后 效果更是好的一匹 就连隔壁的螃蟹缸 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给你们看看 这个更好的 这里面我还养了 一顿奶茶雷龙 以后这不光是虾缸 还是这顿奶茶雷龙的 繁殖缸 来吧 给里面的也 揉进来两只 再来抓一把 麦翠鱼揉进去 我估计啊 这俩奶茶雷龙得吃虫个大胖子 这一把小鱼抓起来 融给咱们的罗汉鱼 至于这些剩下的嘛 就继续丰富咱们的 两米原生钢吧 你们说说 这里面再放点什么鱼好呢